健康有理Easy之心 哈喽我是Charlene 大家都知道其实有一副美白的牙齿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然了带牙齿矫正器就非常重要了 很多人都说带了牙齿矫正器之后呢 其实你的鼻子会变直 而且下巴会变挺 脸会变得更小 牙齿矫正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请到了南加州一等一的牙齿矫正医师 也是斯建江西医师 来跟我们谈一下其实牙齿矫正器到底是不是这么的神奇 斯医师你好 各位观众好 我叫斯建江 我在南加州这边已经开业接近三十多年了 斯建江医生 台湾台北医学院牙医系毕业 美国胜利益大学矫正牙医硕士 洛杉矶加大捏关节专科医师 洛杉矶开业32年 不过Charlene 是 脚牙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神奇 是吗 但是呢 就是说脚牙有它的效果 但是别忘了一件事情 任何一种治疗都是有它的好 有它的缺点 那为什么在报伤杂志上大家都看得到 好像矫正牙齿就可以让一个整个人的脸变得非常的立体呢 这是要看你的情况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的情况 当然有的人就是非常牙齿非常爆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拉进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当然你的脸会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变化 但是呢你说觉得有人讲说我脚完牙以后脸会非常的缩小 或者是会变得非常的刮子脸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因为脚牙的过程当中它没办法吃东西吃不好 结果它们瘦下去了 并不是因为脚牙的关系 真的吗 我们再来问一下好了 很多人都觉得从小当然牙齿保健是非常重要的 矫正牙齿到底应该从几岁开始呢 有的人说越小越好 有的人说不行不行 要把所有牙齿都长全了再开始做 司医师您的专业意见 脚牙的话其实呢越小它的效果是越好 但是呢也别忘了一点 我们今天一个小孩子 他六岁的小孩子来看我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期望他会刷牙刷得干净吗 而刷牙刷得不干净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牙齿将来牙肉就会整个的一个肿起来 就是牙周发炎 然后牙齿这边呢会变色会蛀牙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小孩子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要衡量一下 到底我现在做它的好处是什么 但是呢它的risk它的危险性呢又是有多大 我们要得到一个平衡 如果是值得做我们才会去做 如果不值得做小孩子 比如说小孩子根本没不听话 没办法合作 或者刷牙刷不干净 到时候我们拿下来的牙齿牌整齐的 一整排的整齐的烂牙 那更糟糕了对不对 那就更糟糕了 根本不值得做了吧 可是那妈妈还是不懂啊 因为妈妈也不知道 对啦妈妈也许知道小朋友今天到底会不会刷牙 习惯好不好 可是妈妈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真的应该要开始带牙齿矫正器 带braces 最好的一种情况是请你的牙医先检查一下 一般的牙医呢通常在大概六岁到八岁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最好是refer给一个矫正医生先看一下 这个时候能够不做尽量不要做 通常我们不希望过早脚牙 如果说是今天小孩子他有几种情况 第一个呢 他的下巴长得太厉害 我们说台湾话叫做后道 这种如果不早点改的话 将来一定会需要开刀 那越早脚回来的时候 这时候将来效果会好到 不用开刀 甚至连牙齿都不用拔 这种情况下就值得 但是呢如果说是小孩子 现在做跟将来做没有差别 甚至说我现在做跟将来做 我都是需要拔牙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宁可将来再来做 所以换教说能够拖尽量拖 但是拖的时候呢 麻烦你小孩子一定要好好的刷牙刷干净 呀这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小孩子刷牙一定要刷干净 刚刚你也提到了 其实小朋友呢如果越小做是越好的 所以他换牙的时候 六到八岁的时候就要先去看一下 牙齿矫正的医师 牙齿矫正的医师满满都是啊 私医师 街上我在路上看到 每一个路口就有三家啦 那每一个都去看一看吗 如果我每个都去看看 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选专业的医师呢 认真的讲起来的话 就是说牙齿矫正医师的话 就是说是受过的专业信念 应该是大家的技术 其实都差不了多少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 这个医生 最好是离你家越近越好 怎么说越近越好 万一有什么emergency 或是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呢 你能够找到他 然后呢 这个医生呢 看他 你带了小孩子去看医生的时候呢 你观察一下这个医生 对小孩子的态度是怎么样子 怎么样跟你解释的解释的清不清楚 妈妈呢 你不要担心说你听不懂 没关系 你就用你的一个 一个普通人的一个一个尝试 就是说去判断 说我做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 还有这个医生讲的道理就是说是合不合理 到底该不该把原本健康的牙齿拔掉进行矫正 在进行矫正的过程中 有些医师会跟患者建议需要拔掉某些永久牙齿而下的患者 事实上 医师也不喜欢拔病人的牙齿 但在一些特殊状况下 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 另外 医师在决定是否要拔牙时 会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量 一 颜面的外形 二 上下门牙轻轻的角度 三 排列牙齿所需的空间和额骨大小差异的程度 四 预想治疗后要达到的咬合关系 这是最重要的吧 首先就是要先看看 结果会是如何 医生会怎么样解释 今天如果矫正之前跟矫正之后 或者矫正的过程需要多久 对不对 这是基本的 应该听得懂的吧 对 但是别忘了一点 麻烦请医生也讲一下 如果做的话会有什么结果 不做的话会有什么结果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有什么副作用没有 对 最重要就是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了 教理 矫正牙齿 难道也会有副作用吗 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呢 我们下一节回来赶快告诉你 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牙齿矫正呢 最好是从6岁到8岁来换牙的时候呢 妈妈就可以带到牙齿矫正医生里面去给牙齿矫正师看一看 可是其实牙齿矫正是有副作用的 你知道吗 这样讲的让我非常的心惊胆跳 司医师 什么样的副作用呢 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第一个呢 刷牙刷不干净的时候呢 就会蛀牙 而且牙周病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我们常常看到的话就是说 小孩子有些时候呢 打球 撞 撞成这个样子 把牙齿都钻来 那我们先一个讲吧 司医师 牙齿刷牙刷不干净 这应该是今年累月的时候 没有办法把牙齿刷干净 会造成的一个困扰吧 基本上而言的话就是说是 我们希望小孩子 其实每个大年一样 吃过东西要立刻刷牙 你只要养成这个习惯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 一定要用牙线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用牙线 然后有一个充牙的机器叫做 Water Flosser 如果你能够用的话那是更好 其实不瞒大家说啦 司医师就是我牙齿矫正的医师 我非常非常崇拜他 因为其实我的牙齿非常乱 而自从我小时候开始呢 我就知道有那个Water Peak的东西 所以清洁牙齿是很重要的 尤其他的冲那个水的压力 可以让我在带牙套的时候呢 可以把整个牙齿都清洁得非常干净 当然蛀牙不是一天两天就会出现的 那有蛀牙了怎么办 我们通常的话就说是 记不记得以前你来做的时候 我们通常先把钢丝拿下来 这时候你到那个Sink旁边 去刷牙刷干净 用牙线再回去 但是基本上也的话就说 如果你能够 每个小孩都能够按照我们的交代 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给你一套东西 这时候好好的刷牙刷干净 一天刷三次牙 如果可能的话 然后用牙线 这种情况有蛀牙的机会应该是不到 智齿到底该不该拔呢 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评估 祖身智齿局部猛发 与鳞牙形成死角 造成蛀牙牙周发炎的状况 这种情况越早拔除越好 如果是祖身的智齿挤压到前牙 有可能造成牙齿疑味 为了矫正后的稳定度 拔除比较好 若是深度祖身智齿 因为拔除有上级下额神经的疑虑 所以采取长期观察 如无疼痛发炎症状 则不需要拔除 通常戴牙套 那时候我戴了差不多一年半吧 那大部分的人也都是 差不多戴一年半的时间吗 其实不是 我们通常小孩子的话 大概是两年的时间 然后大人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可能的时候呢 我希望早点帮他们拿掉 早点恢复一个正常的 一个社交的一个生活 这才是一个我们的目的 OK 所以这就要把牙齿 变得整整齐齐的 小朋友跟大人相做比较来说好了 哪一个比较容易煮牙 小孩子比较容易煮牙 是因为带的时间久吗 还是因为刷牙不彻底 大人当然刷牙刷得比较aware 他会刷牙刷得比较干净 譬如说好了 你那时候戴牙套的时候 嘴巴上面满满脏东西的话 你能够出去赶出去见人吗 所以大人比较不会 OK 所以小朋友刷牙刷得比较不干净 妈妈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盯着小孩子刷牙刷干净 如果真的今天您发 就是您帮他再换这个wire的时候 发现他是有蛀牙了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会把钢丝拿掉 这时候会写一张单子 说这小孩哪边可能有蛀牙 麻烦你牙医 一般牙医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 这时候处理完以后 这时候再回来 我们再帮他把钢丝 把wire再放回去 所以他正确的procedure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您大概看到 可能有蛀牙的这个possibility了 您会就会写一个referral 一定要注意 我们通常是第一个发现的 但是你每半年一定要去找牙医 洗牙 检查蛀牙 检查牙根 如果带着braces的小朋友 也是每半年应该要去洗一次牙吗 是的 Oh really 这个是我今天学到的新知识 我以为是就是只有大人 才需要每半年去洗一次牙 原来小朋友就算带着braces 也应该要半年去洗一次牙 是的 矫正器是不是越贵越好 矫正器当然不是越贵越好 决定矫正治疗成功与否的关键 是医师的技术与病人的态度 不管是传统式 自所式 或是舌策矫正装置 即使是最新的数位隐形牙套 也会需要病人配合搭配一袋橡皮筋 主要是帮助上下持咬合对症 并不是选择最贵的矫正器 就不需要拉橡皮筋 男孩子还是爱打球吗 还是爱运动啊 动不动可能就跟人家追赶跑跳蹦 撞了一下 篮球打了一下 满口是血的来找您怎么办 万一有这个叫sports injury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立刻回来看我 OK 而不是一般牙医 这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初步的处理 然后再看看能不能把它恢复原状 然后预防之道呢 就是说在他玩sports的时候呢 要带一个叫mogga 哦 that's right 对对对 很多小朋友就觉得 哎呀只是下课reset10分钟15分钟 没关系就懒得带了 没想到突然一下很多悔恨 这样怎么办 如果他真的是牙齿整得差不多了 突然撞了一下牙齿歪了 然后也满口是血 我们还是有办法把它弄回去了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他被撞歪了 他下面的神经血管很可能断掉了 这个时候我即使把牙齿能够推回来的时候呢 这时候小孩子有可能需要做root canal 就是抽神经 但是呢 最好的一个办法还是 sports的时候呢 带一个mogga来预防 这时候就基本上不应该会 这些事情会发生 所以其实每次做运动或是做sports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一点 有没有可能是 如果今天是high school的学生了 你知道他是high school的学生了吗 所以他的牙齿并不会这么脆弱了 有没有可能就是被撞的时候 不会这么激烈或是这么剧烈 不会这么悲惨呢 事实上有钢尸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还起了一个 另外一层保护的作用 要是没这钢尸的时候 牙齿很可能就已经被撞飞了 所以其实戴braces还是有好处的 不是只有副作用 它的好处是 如果今天是非常激烈的运动的话 说明是因为有那个wire的保护住 所以牙齿才不会完全被撞飞 yes 所以是意外得到的好处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啊 就是要不要拔牙 今天如果今天是牙齿乱七八糟 想要知道我今天想要做矫正 我到底应不应该要拔牙 站在一个矫正医生的立场 我们的立场是 能够不做矫正治疗尽量不做 能够不拔牙尽量不拔牙 要拔的时候呢 拔最坏最烂最不重要的药 这是我们的一个guidline OK所以其实司医师呢 刚刚给了我们五个guidline 能够不做矫正就不做矫正 能够不拔牙就不拔牙 还有其他的这些guidline 到底是什么到底如何从何而来 又应该从何做起 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告诉您 这五个矫正牙齿的guidline 其实呢接受牙齿矫正呢 有五大guidline 到底这五大guidline到底是什么呢 才要再请司医师再重复一次给我们听 基本上而言的话就是说 能够不做矫正治疗我们就尽量不做 因为为什么呢 你做任何一根矫正治疗一定是有好 也有它的坏处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不去做的话 这个时候当然就没有这个坏处 为什么一定要做呢 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不要能不矫正就不矫正 那能不拔牙就不拔牙吗 您刚刚说 是 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脚牙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先看看就是说 到底能不能处理这个牙齿 第一个条件是说能不能不拔牙 如果可以不拔牙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不要拔牙 但是很多情况之下 是为了漂亮 我们不得不拔牙 为了要让它整齐平整嘛 对不对 如果是不需要拔牙治疗的病人 多半是属于齿裂并没有太多的拥挤 甚至是有齿间缝隙的情形 患者的颜面外观大致良好 并没有门齿前突的现象 如果需要拔牙治疗 多半是有下列几项重要原因的其中之一 齿裂的空间严重不足 牙齿过大或是牙孤过小 前牙太过突出 门齿过爆 严重破坏到无法修复的牙齿 所以我问一个比较不知道 这是有常识的问题 牙齿它会长歪 是不是either它是因为牙齿太多 它的空间 它成长的空间不够 所以它才会歪轻扭拔呢 通常美国的爸爸妈妈 带小孩子进来的时候 通常他们自己就已经找到理由 就是说我的基因不好 其实基因大概只占了一半 最常发现的问题就是说 小孩子本来每一个牙齿都有一个空间 对对对 但是乳牙有些时候它蛀掉了 这时候它掉掉了 后面牙齿就往前面慢慢滑下去 就造成它的空间不够 所以它的真正的问题是在于 并不在于先天 当然先天里也有 但是最常见的是后天因为刷牙刷不干净 柱牙 牙齿找掉 所以我们建议小孩子的时候 在六岁他还是乳牙的时候 最好是能够尽量刷牙刷干净 还有每半年或到一年 你一定要去找一般牙医 要保护牙齿 尽量不要让牙齿太早掉 所以其实牙齿 乳牙变成横牙 乳牙早掉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牙齿刷不干净 或者是蛀牙 所以如果从很小很小 两岁一岁半开始 开始长牙的时候 就开始要去刷牙刷干 牙齿保健的一个观念 OK 所以真的是要从小开始做起牙齿保健 那您刚刚就已经提到 其实这应该是牙齿预防的 最重要的一点 对不对 那在治疗期间呢 如果我今天已经戴上了Bracis 那我应该怎么样好好保护我的牙齿 戴上Bracis的话 就是说 还是要每半年 你一定要去找牙医 洗牙检查助牙 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们成人 最重要一点 我们不希望看到 有一种叫做牙根吸收的一种情况出现 牙根吸收 牙齿在移动的过程当中的话 它的前面的骨头 身体要先把它移除 产生一个空间 牙齿才能够慢慢慢慢往前移动 但是身体有些时候吃错了 它应该吃骨头 它吃到这个牙根 就把牙根吃得变短了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就是说会造成牙齿的寿命 牙齿寿命 那怎么办啊 这个没办法预防的 所以你每半年一定要去找牙医 在矫正牙齿治疗的过程当中 每半年一定要去找一般牙医 洗牙 检查助牙 检查牙根 因为其实牙齿矫正医师并不是general dentist 并不是牙医师 他是另外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分门别类 所以如果要知道自己牙齿的状况的话 还是应该要找牙医师 make sure一下 每半年要去做定期的洗牙 定期的检查牙齿 好不容易熬了一年半两年 终于大肛牙可以被拿下来了 braces被拿下来了 之后呢 之后麻烦您一定要好好带retainer 好好带retainer 其实真的有很多人呢 并没有好好的带retainer 像我一样就是一个很不乖的小孩 不带retainer的下场又是如何呢 不带retainer的下场 我有些病人需要再做第二次 当然第二次的话就说 我们花的时间大概就是几个月而已 但是还是如果说是 能够follow你的矫正牙医的instruction 好好的带你的retainer 这些也不用再花钱 也不用再受罪 那不是最好吗 维持器需要待多久呢 正确来说是一辈子 只要是想要维持牙齿 一直是刚拆掉矫正器时的整期排列 就要一直带着维持器 若不想带那么久 至少也要带两到三年 斯医师 今天如果带上braces之后 是不是我不能咬苹果 不能够嚼口香糖 所有东西必须要小块小块吃 不能够狼吞虎咽 是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是你带上去咬硬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容易把那个braces咬下来 带牙套后 是不是都不能吃硬的东西 勉强吃太大块太硬太黏的食物 可能会使装置变形或是脱落 只要装置一直脱落 就会延长治疗时间 所以建议要切片池 不可以整颗吞食 或者可以随身使用食物条理的小剪刀 将大块食物剪碎后再紧持 所以其实是您这样 所以每一个guide line 您刚刚之前提到的 或是您发的那张纸 都要认真注意 因为每一件事情 都是要循规道具 有缘有因的 是 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 牙齿矫正其实就是要 私医师专业讲的 你今天做牙齿矫正 并不是要让牙齿到它好的位置 而是你想要牙齿存在的位置到哪里 这么专业的这样 牙齿到底应该在哪个位置 当然只有找最专业的医师 才能够让你的牙齿矫正到一个最完美的地步